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要骑远了以后就觉得好像双腿有点不给力 而且骑到地了以后大腿的肌肉就开始酸痛 尤其是碰到这种上坡的路段 我觉得更是特别费劲 我记得以前像私家车部普及 公交也不是那么发达的时候 这一个人骑车骑出几十公里 这是常事 现在我们可能享受的太多了 所以让你骑远一点就感觉了 有点吃力了 山东德州有一位68岁的老人 他发明了一种自行车 这种自行车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你看咱们平时骑的自行车要登一圈 它的自行车只需要登半圈 而且速度要快很多 并且这个车骑起来不会累 我们赶紧去看看这台自行车 究竟是什么样的 早春二月刚刚下过一场大雪 急着来到山东德州 寻访一位自行车项目的发明人 68岁的吕清华老人 发明人吕清华 发明项目踏步式自行车 您好 您好 请问这里有一个叫吕清华的老人吗 我就是 您是李师傅 您好 我是中央电视台我发明的记者 您好 不是接到您的电话吗 我来看一下您的发明 是是是 是个自行车是吧 对 发步自行车 那您的发明在哪 您能带我过去看看吗 就在这 对那就是 行 行行行 行麻烦您带我过去看一下 就这个是吧 您那个自行车 我看这个 这跟普通的自行车有什么区别 这个 普通自行车是 这个灯子是转三个六十度 就是这个脚灯子是转一整圈的 转一整圈是三个六十度 咱们是上下灯 上下是各九十度 这个比那个就是转整圈那个有什么好处吗 它这个上下一百八十度 比那个转三个六十度的脚灯 从理论上讲省力一倍 省力一倍 那为什么会省力呢 因为它转三个六十度啊 这是上下才一百八十度 就是你这个脚来回移动的距离短了 距离才一百八十度 短了对吧 那等于短了一倍的距离 这就胜利了吧 就跑一大圈 我是走的直线走的直径 这就胜利了 这是您的这个理论 早在四十年前 李清华为母亲寻衣问药 骑着自行车 长途奔波两百多公里 深感传统自行车的劳累 从那时起就有了发明一种轻松省力的自行车的念头 他通过自学摸索 采用缝纫机的曲轴驱动原理 把传统自行车的整圈驱动 改成了半圈驱动 经过长达十几年的苦心钻研 最终造成了一辆自己还算满意的踏步式自行车 那咱们就试一试看这车到底怎么骑的 好啊 我还真没见过怎么骑 这跟普通的自行车骑着一样是吧 不一样 上来先 你慢点啊 可舒服了 可舒服了 这我也能骑吗 我还真没骑过这样的 就是这一圈骑三百里比蹬的更好 这个也不错 这个还能骑起来的 这有点跟那个散步那感觉差不多 而且这个觉得好像不费多大力 就能蹬得很快 主要还是不太行 奇怪 对 再骑西湖了 对 骑西湖了 这个车你不愿意骑了 您这个现在有这个厂家 包括这个愿意跟您合作的吗 现在有了 德州是一个搞电动车的五六百 他跟我联系过 还没来的 他还没看过这个车子是吧 没看过 他是想过来看穿的 那行那要不然让他看看好不好 可以啊 您跟他打个电话联系一下 行 那咱把车车推着 您跟他打电话 好 你好 找谁啊 找一下李清华女师傅 您好 您好 我是吴建平 我打电话给您 哦 来了是吧 来了 好好好 你好 您好 您好您好 您是吴老师 哦 对对对 九二三秒 我是在那个网上看到你的这个自行车啊 哎 我特别感兴趣 那不给您联系 过来欣赏一下看看咱的产品 行 好好 这个就是吴老板是吧 你好 这是中央台发明的记者 你好 我是中央电台 我要发明的记者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这个听说您对他这个自行车比较感兴趣是吧 对啊 因为本身我也是比较爱研究这些这些机械 我也是高发明的啊 对我也爱网上 但是我看着离达这个自行车啊 啊 挺好 行行行 那咱试试啊 看看这个车料是什么呀 在哪儿啊 车就在这儿 车就在这儿 就这个 上下的 好 上下的 您看这有点意思是吧 挺好挺好挺好 啊 这这样上下登的 所谓的移动一下的光上下踩 哦 您平时经常骑自行车吗 我原来不能骑自行车 那怎么了 因为我腿不方便 哦 您是腿有什么毛病啊 腿是甲肢 啊 哪个腿啊 这个腿是甲肢的 就这条腿吗 对对对对 哦这是假腿啊 是啊 但是我看他动作不错 因为骑自行车嘛 他是整圈登 我登不了 哦 没法骑 我看他这个动作 我可能感觉我想 想试试嘛 哦 这是刷下踏步 对 你踏步的话 踏是没问题啊 那您 那您这个 踏这个一般的自行车 骑不了 那这个能行吗 我背球差不多 因为他这个 不用转圈 把踏步都不行 这个腿能抬起来 腿能抬起来 那您这腿能抬起来吗 右腿这个 还是没问题 还能抬起来 对对对对对 但用不上劲是吧 对对对对 那要不然这样 那个李师傅 您跟他演示一下 然后让那个 让吴老板一会儿试一试 好 我去一看 好 你看 对 对 对 就这样脚这样 一上一下的这个踏 啊 看下来 看下来 要不我试一下看看 行 您试一下啊 行 那您小心点啊 那你小心点啊 你本来这个 那您这 哦 能上去吗 那行 那踏步一个 来 嘿 哦 慢点 慢点 行啊 喝 您别说啊 您别说 他上面就能提起来了 他挺挺的 是吧 是 喝 适合残疾人提 有谁也没提 适合残疾人提 对啊 就是 就是 我感觉就行 他肯定可以 嗯 嗯 这个您看 这个您看 李师傅说 他这个自行车啊 就骑起来快 省力 您觉得这两点 能达到您的要求吗 呃 现在我骑的 觉得还行 还行 但是这个东西 没有经过具体测试 我也没有说 要不行的话 不行 我有朋友在驾校 不行我联系一下 驾校的 他那也也也有盘坡 也有场地也比较好 不行我联系一下 他那边有那个场地是吧 啊对啊对啊 啊 那不行啊 那行啊 再找辆地面的自行车 那不行 叫他就试一下看看 行啊可以啊 行啊那要不然试试 行啊 您敢吗 那找哪儿敢 啊 敢是吧 行 那咱们就去跟那个传统自行车比一比 看您这个自行车 是不是就像您说那个又轻又快 嗯 绝对 好不好 行 那吴老板那您跟他联系联系 行 好 您看这个坡怎么样 您是吧 这个坡 坡质 这坡质 嗯 你觉得这个能骑上去吗 有点悬是吧 我看他有点犹豫啊 现在 正去上去 要不然这样咱们就试一试啊 那个张队长不是找了一个那个传统的自行车吗 是吧 首先咱们试从这个底下就是这个底点啊 啊 使劲往上骑 啊 第一是看谁能骑上去 对啊 如果都骑上去的话 看谁骑的这个这个距离最长 高度最高 对吧 您那如果这个确实轻盛的话 那您肯定比他骑的这个要高啊 对不对 是应该是 好吧 那咱们就试一下 行不行 有信心没有 哎呦 哈哈哈哈 行行行 那咱们去试一下 准备 好 使劲 努力 使劲 使劲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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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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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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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您这也太短了吧 您站着别动 您这个太短了吧 这使劲了吗 是高沉一点 您是不是我觉得是不是刚才也骑一圈骑的有点累了是不是 对吧 要不然换人试试 先骑这个 行吗 行行 先骑这个 来咱们谁来试一下 行 行 这个年轻有力气 怎么样 练好了吗 好 行 咱试一下啊 准备 使劲 使劲 使劲啊 这年轻有力气 我看这也没问题 使劲 得 得 您赶紧过去吧 练了断 练了 还有劲儿的 喝 关键时候吊链子在这 喝 哎呀 这叫吊链子没法 吊链子没法 吊链子没法 吊链子 吊链子 这叫吊链子 这叫吊链子 首先要把这个做工啊 就是这些去楼之类的 首先要做精细 做精细 对啊 你不做精细的话 因为这些原理嘛 它要是不精细的话 它就容易破例 对 由于抵消这个力 对 那您回去再好好改进 好 反正要这样的话 肯定不行啊 下回别再吊链子 再吊链子 行 行 张队长 也谢谢您啊 也占用您的这个时间 好好 行 那咱们走着 行 行 那就这么着 好了 又来到这个地方了 李叔叔今天在不在 李师傅 李师傅 在的 李师傅您好 您好 您好 主要店才记得 您记得吗 对 对 我听说您又做出了新的发明了 是 对 对 就上回那个吊链子事故之后 我说 行 是这个吗 是 就这个车子 这是不一样了 这是不一样了 最大的不一样 我看这个好像 有精密的 好像是加了几块 几块这个东西 这是干嘛 这是增加惯性的 增加什么惯性 增加惯性的 其实速度快了以后 产生惯性力 李师傅 我看您这个链条跟原来不一样了 这好像是加了个变速轮是吧 这就加变速了 对 这现在是爬坡的时候 到底随不变速 现在就慢挡快挡都行了 就是爬坡的时候把它换成那个爬坡那一挡 对 就力量就更大 是吧 这个轻了 减少这个爬坡的难度了 这叫这个功能 另外现在是这拐子架长 拐子 这个拐子架长 这是新汉的 对 对 这比原来的那个长了 是吧 原先是这么长 也就是二十公分 二十公分 现在是二十六 二十六 二十六了 等于比在这就多了 这么 加差了三分之一吧 所以它骑起来应该更轻 是吗 那要不然这样 那那个 您给我们再演示一下 好 好不好 再演示演示 看怎么个骑法 那肯定比那个更正实的 不错 不错 哎呦 你慢点 你还撒把 别摔着了 你这么大摔着 别摔着了 好嘞 回来吧 好 好 好 我来看啊 这个是不错啊 这我看您提出来还挺轻松的是吧 对 对 去床头 这个加上这个这个甩铁跟这个变速以后确实不一样的是吧 不一样 那您现在加了这个变速是到了这个最轻的这时候吗 呃 不是 这算高 基本上高档 啊啊 算高档啊 行 我也试试您这个高档的这个骑法啊 是 好嘞 哦 我爱撒把一下啊 哈哈哈 哎呀 行行行行行行 行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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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哎 最起码我觉得比上一回骑起来啊 真是 我觉得骑起来这个比上回好像轻快一点 是速度快 是速度快的是吧 是速度快的是吧 喜欢这个车 你再骑那些 360度转那个 哈哈 是吗 是 我家的360度我也不骑 就那种普通的自行车 灯360度那种啊 那不是 啊 那个回头咱们再领着吴老板咱们再去试一下 哦 行可以啊 行不行啊 啊 您后来又跟他联系过没有 哦 联系过 啊 人家是不是都不乐意来了 是吧 他这个 他怕不行 那要不然这样 那个 吴老板不是他这个也不放心吗 哦 他不过来咱过去咱找他行不行 行啊 行吗 行 咱过去找他 好吧 直接推过去让他看看 是吧 早晚这个主要是这个经数这个市场检验嘛 对吧 那是 是吧 行 那走着呢 是吧 行 把他打起来 行 行 咱过去找他去 好 找他 这是吴老板的工厂是吧 是 看看 这不是吴老板在什么 吴老板 吴老板 您好 您好 这双电视台我还发明的记着 您还记得吗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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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第二辆 对 这就是上一次不是那个齐坡的时候 吊链子的那个 然后又重新经过了这个改装 改装的 改造的好了 对 你看这拐子也加长了 拐子加长了 三十公斤 对 也加上变速了 而且加上变速以后就更轻一些 对 哈坡也不可以印了 哈坡也不可以印了 加上变速 去旁途更好 呵 去长途更好 去长途更好 你要上西藏云南旅游去 你上次那个 好家伙 你到西藏云南旅游从这 骑之影这去 不过这个东西 骑的是比上次骑的好 看着也比上次美观多了 这个东西 要是任何的话 也至于还得跟上次一样 还是要试一试 对 还是去上一次那个家校那个地方吗 行啊 还是上次那个 还上一次那个地方 那行 那要不然这一次 您再跟他们联系一下 咱们再试一试那个爬坡 或者是我们 这个刚才这个李师傅不是说了吗 长途骑行 长途骑行可能会感觉更好 是吧 我们也试试这个平地 是吧 拖地平地 看骑行效果怎么样 对 可以 准备好了是吧 好 开始 好 走 走 站起来 喝 这会比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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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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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可以 可以 可以 喝这个还确实不错 挺可以 是吧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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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看 您看 没上全了 您觉得比上一次这个骑的怎么样 比上次轻了 比上次轻了 轻了 轻了多了是吧 对 这个变速是不是觉得也能使上劲了 对对对 是吧 你感觉给那个就是正常的普通的自行车骑的 比那个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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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行 那咱试试普通那个自行车 上回没骑上去 再会争取普通的那种自行车 传统的也能骑上去 好 好 走 走 好 使劲 立起来 好嘞 来 使劲 往上骑 使劲 差不多 差不多 我看跟上一次骑那个距离啊 基本上相等 可以 行 那这个就行了 那要不然咱们去试试看平地这个骑行 怎么样 行啊 行 那咱们过去看看 车底下更不行 是吗 您这有这细心啊 好 用力洗啊 用力洗啊 好 好 好嘞 好好好 辛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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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 好嘞 咱们看一下这个数值啊 最大尺寸 20 20.7 平均速度 16.5 哦 这个刘师傅 我觉得这个有点问题啊 您这最高速度才7到20公里 您是不是有点慢啊 您今天是不是有点累了还是怎么的 开一勺扯就累了 有点累了是吧 没劲这会是吧 对 那您这个测误出来的实际效果 咱们不能让那些防病人自己洗啊 吴老板要腿脚又不行 又不行 那不行我来 你来 行吗 我来 我试试 好家伙 我就不相信了 是吧 我试试 我看这效果怎么样 行 行 拿上 我来 好 要什么手套啊 行 我来骑 吃不上这个啊 对 来 这个是最低 这个是起点是吗 开始 累了 好家伙 好家伙 是吧 其实应该是够累的 最大速度28 28 28公里 刚才我一拆起来27公里 27公里 27公里 这些 你够喘的 可是够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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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上面这一看你 这尽最大努力了 看起来我这个体力也够下 把回去就全死了 我比你这一到两 全都动不动了 那有可能 有可能 有可能 那咱们 一会一会的试一下 那咱们就试试那快速 试试试看 怎么样啊 看那个怎么样 好 等早点啊 行 准备开始了 好 开始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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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ixa que är 走 还 还有一块 十小匹 四小匹 void 不行 体力不行 全打电 行 那咱们看看 这个 从这个表上 那个数字看来 最高速度呢 跟那个几乎 差不多 几乎差不多 这个平均速度 平均速度 这个比那个是有提高的 对吧 比那个有提高 对对 那这说明这个 整个这个四圈 特别是在我刚才 体力消耗比较 情况比较大的话 对 现在能达到这个数字 确实这个还是挺不错 刚才觉得都抬不起来 那个感觉 他那个 去等正选 他是真的从这以后 到大跨着 到后跨关机 还有膝盖 都非常累 脊柱也很累 他这个脚踏 相当于走脚一样 反正有什么事 实际上他减少了 人家的披露度了 对 你减露度一后 他长了以后 人家就相当于 看来您对这一点 还是比较认可的 对对对 对对对 共同的合作好吧 对 争取把它变成产品 能推荐市场 能让老百姓用上 是吧 对对 行行行行 行 行 健身娱乐方式 受到人们的 广泛欢迎 发明制作的 这个踏步式自行车 相当于传统的 自行车的 这个轮子的结构 它改用了一个 摆杆和曲柄的机构 来去代替原来的 大链轮 这样的话 就是在骑行的时候 主要的两条腿的 交替的踏身 近似于一条 往下 直接踏身 没有整周登轮的时候 后半圈的回轮的动作 这样的话 会给骑行人一种 全新的一种 骑行的体验 彭老师 你看这个自行车 确实骑上去 感觉是挺乐呵的 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看 它可以达到 我们普通自行车 那个骑行速度 更快的这个速度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从锻炼身体的角度上 去看 它实际上 在骑车过程当中 对身体的锻炼 比普通车要强 所以其实对这项发明 是带着一种 比较轻松的 娱乐的一种方式 去看待会更好 对 你说得非常好 接下来我们还要 为大家介绍 来自河南郑州的 一位67岁的 耿康丽老先生 他也发明了 一款自行车 但是这个自行车 也有它的独特之处 你看咱们平常 骑自行车 实际上越快 越省力越好 但是这个自行车 那是越骑越累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咱们赶紧去看一看 放二一一 这个应该就是 康师傅家 谁呀 耿康丽师傅在家吗 哪一位啊 您好 您好 我是那个中央电视台 我还发明的记者 您好 我先送 您好 我过来看一下您的发明 好的 听说您发明了一个自行车 是吗 对 发明人 耿康丽 发明项目 划船式自行车 是这个吗 就是这个 我正在修理 有一点 这跟我们建的 这些自行车不一样 这个也没有 那个梁 这座去哪了 也没有座 这个车是站着骑的 主要是锻炼 腰部以上的 这个进入 站着骑的 就跟那个都市里边 他们那个电动车一样 就站着 扶着把不动 是吗 它那个 是扶着把不动的 我这个是 这个链推带拉 产生动力 驱动前进 怎么个链推带拉法 我给你 大概一张 你看就这样 就后边就转了 就这样 哦这样 对 那这得 那个胳膊上 劲儿挺大的吧 这个 它是全面一块儿用劲 耿康丽老人 今年67岁 是一名退休的 银行职工 由于长期 不按工作 他常常觉得 腰椎和颈椎 有酸痛感 退休后 他积极锻炼 希望增强体质 改善身体状况 锻炼过程中 他渐渐喜欢上了 骑自行车 同时 萌发了一个念脑 传统自行车 在骑行过程中 不太容易锻炼到 上肢和腰腹 那么 能不能发明一种自行车 能够有效锻炼到 全身的肌肉呢 盖上股轻炼到 我去看一下 站在地上 快点 滑 滑 滑 快点 快点 帮 起台点 对 跟骑自行车一样 然后一个脚跟着 滑起来之后 直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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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面 好 肚子 就是 十点 好 是 老婆 好 好 摔一下 好 是啊 咱别光说 行不行 十月了 可以 您这个是间歇性的往前走 对 他这个架势不错 他一个脚带前一个脚带后脚不断 能动力了 你看他这个姿势 我觉得当然比零可能还有差距 但是比我们强多了 没差距就是这样 骑这个跟普通的自行车相比有啥 有啥不一样没有 那你这样肯定是断练的 断练比例 这断练比例 那骑一会儿是不是觉得 这你胳膊肯定不走 对对对 而且这个能走着练着 是吧 能边走边断练 这胳膊 怎么样 骑了一会儿感觉怎么样 累 累哪 累哪 腰 是吧 腿 胳膊 胳膊 腿不累是吧 腿不累 就是胳膊 腰这累的话 是吧 你平时驾驶都累了 哈哈哈 下一步我想让那个赛车队的一个断教练 帮我看一下 赛车队赛什么车是 自行车赛车队 就是这边那个自行车赛车队 对让他帮我看一下 请那个业内的专家看看是吧 对让专家帮我评判一下 那他认识你吗 我认识 我们接触过 接触过 对接触过 我给他打过招呼 他还没看过这个发明是吧 对还没有看过 那要不然咱推过去让他看看 看到底这个行不行 行 行 您跟他联系一下 我跟他联系一下 您联系 您回去也晃着衣服 咱们一会儿过去 我帮您抬着点 好 这是训练场是吧 哪个人万教练呢 这个就是 这个是万教练 这个是万教练 来来来来来 你找麻烦了 没事没事 您好万教练 您好 我是中央电视台 我还发明的记者 您好您好 这次这个不是听说这个 耿师傅跟您联系过 对吧 说他自己搞一个发明 是吧 很久了吧 这个事说了 很久了啊 终于发明出来了 这是他发明的这个新自行车 要不然咱找个地儿您看看 可以吧 到这底下试试吧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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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点行吗 可以 行行行 您看他这个自行车 这是新发明 您以前没见过这样的吗 没有 哈哈 没见过啊 啊 您要不然您给这个 万教练示范一下这个旗帆 好的好的 啊 这反正我试过了 够佳 啊 您看 您是这个自行车方面的这个专家了是吧 我听说您还研究过自行车的这个机械 是吧 对对对对 那您觉得他这自行车 这个 这个怎么样 您看着这个外观上 我得先试试一下 是吧 先试试啊 那行 要不然您也试试啊 好 您用把衣服脱了吗 不用不用不用 不用啊 慢点啊 慢点 哎 在前面一个推在后边 然后那个脚稍分开一点 我这个 下盖 它那个链条有点半脚 啊 对 俩脚就别平行是吧 一个在前一个在后 对 啊 啊 啊 哎呦 哈哈哈哈 你可小心点 你可小心点 这个 哎呀 这个 确实不这么好使 不这么好使 不这么好使啊 啊 这有点够呛是吧 这反正我也骑了 我觉得我也有点够呛啊 这可能得经过这个长期学习 嗯 就跟咱们那个 小时候学那个自行车一样也得练是吧 就练一下 不练它这个都都有一个适应的问题 对吧 啊 您觉得呢 不行这个 嗯 最起码就是那个 我都掌握不了这个平衡 不容易推广 哈哈 是吧 反正我也是 我这我这我上去 你看 昨天咱们练的这个 我觉得不行 我上去以后我掌握不住 几回都差点摔跤 这个车子我考虑是啥呢 它主要是锻炼上 指腰部以上的 这个部位 嗯 所以说它起起来 它和传动之间的 虽然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 啊 可取的地方之小 是吧 您觉得呢 我觉得它这个应该是上肢 下肢一块锻炼 如果能做到的地方 等起来 您觉得光活动胳膊了 啊 这个 而且腰腿也得活动活动 啊 对 那怎么办呢 这个您觉得这个好改吗 再想想吧 啊 再考虑考虑 这个事儿 对我来说挺麻烦的 不太好改是吧 不太好改 是 想想办法 要不然再加个车座 坐下 坐下 坐下这样来回拉 嗯 加个车座这个事儿 这个还挺麻烦 挺麻烦 考虑考虑吧 行 行 那咱们再琢磨琢磨 再琢磨琢磨 改进改进 好的 行行 目前这样肯定是不行是吧 肯定是不行 哎呦我的天 专家给给定论了 肯定不行 行 那就这么着吧 咱回去改改 行 好 谢谢您 行 走吧 哎 那个是不是就是耿师傅 哎 还真是耿师傅 耿师傅 哎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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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好 我还发明 您还记得 记得 这个 这个是您新发明的自行车吗 对 这个是又改进的 哦 我我大老远我看着您在这骑的哎 我觉得这个骑着这个还挺奇怪的哈 您这个是有做了哈 但是我看见您骑着这个来回来回往前滑这个是吧 对 助来回滑这个就是说让这个身体整个动起来受那个赛挺起伐嘛 赛挺 对赛挺 啊 他赛挺的话就是现在就披滑挺 对你朝着一滑的话这个这个身体不就朝后来了吗 啊 这样一来你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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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把也拉到身体也这样前后挪 然后这个把也这样前后动 对对对 是吧 这样就动力就产生了 那这样有什么好处啊 这样 这样子你这个活动的全身肌肉部位就多了吧 啊 是吧 对你那个一滑动 你那个本身 就不像上一次那个那个车子就是只活动俩胳膊 对对 他那个虽然俩胳膊来回推是吧 嗯 啊 那这个这个是怎么这个是腰也能活动 对 腰也能活动 腰也能活动 胳膊也能活动 对 腿是不动的是吧 腿你看这个 脚是不动的 这个脚是 这个脚蹬的是个死的是吧 他 就等于这个架子 就是把脚放上去而已 脚放着就放着 啊 放着固定不动 啊 就这样子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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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这样身子要往前 趋腿 趋腿往外 做关节也活动了 啊 啊 关节也活动 摇摇活动了是吧 嗯 这就是怎么的 还是他自己做的 这是人家自己搞的发明 啊 自做的 送刀 送刀 是吗 嗯 哎呦 这个我试试啊 我试试 你那个第一代 那个我可是失败了啊 嗯 我这个都没成功啊 这个先上一个脚 啊 这也是这也是在走起来 才能把这个根给拉起来 是吧 你把那个出速度 出速度搞起来 就可以了办 我先坐上吗 先坐上 先坐上 坐上以后 哎呦 这个座是滑动的 随着这个座 随着这个座 啊 然后上一个脚 上一个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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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滑动起来 慢慢滑动 朝前走 那个脚蹬地 那个脚蹬地 这个脚蹬地 这个脚蹬地 让它走起来 走起来 出速度 坐在那 走起来 有出速度 有出速度 把出速度走起来 哎呦 我的个天呐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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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我是没这方面的天分的 嗯 多滑 多滑一会 多滑一会 不会骑 嗯 誒 哎 可 哎呦 哎呦 哈哈哈 对 哎呦 怎么样 哎 滑起来了一下 滑了 对对对 掌握了 掌握了 挺好 我刚刚听您说想滑船是吧 那就是滑船意思 滑船要爬 可短点腰是吧 短点腰 反正我觉得这个上手可能是比较困难 但您觉得它真能解决 万教练提的那些问题是吧 基本上解决 基本上解决 你觉得这回再让它去测试这个没问题 没问题 没问题是吧 对 他们经常骑自行车那肯定更好 是吧 对 我觉得他们技术更强大一些 行 保住他们上去就能骑 对上去就能骑 那行呗 你看这骑一会儿骑的一身大汗 一身大汗 行 这说明短点效果好 短点效果好 短点效果好 行 那要不然您跟那个万教练联系联系 好 咱们再过去看看 我要打个电话 打个电话 对 好 那行 那咱走道 好 好 万教练 万教练 你好 万教练 你好 怎么又来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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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张电视台记得还记得吧 记得 记得 对我们又过来了 又过来了 又改车一下 对您看又发明了这个新车 这回带座的 有用吗 这个 有用有用 那这是根据你上回那个意见加座嘛 对 这费了好大劲 对好大劲 你看看 那你先给演示一下 我演示一下 我演示一下吧 行行行 要不然您试一下 试一下 看着啊 后面的车队 你看 狗叔叔这位挺得意啊 给力吧 给力吗 强了不少 强了不少 来我试试 试试吧 慢点慢点 把拉起来一点 把拉起来一点 拉起来 哎 哎 然后回 慢点 慢点 对 喝 可以 这个确实比第一个能骑了 那您看这个车的 您觉得怎么样 这个 这能行吗 这个肯定不行 它作为交通工具 还不行啊 啊 作为交通工具 它 呃 不不不 那个 比较费 费劲 啊 作为那个 锻炼 它有点不好学不好掌握 它主要问题是 它让你的上肢 从腰部以上都能锻炼起来呀 啊 怎么不行啊 那我这也没时间 不重要测试一下 如果说是不行了 以后你也别再找我麻烦了 就是 那可以啊 咱们咱们用事实说话 你说怎么测试吧 嗯 给它装上个心率表 啊 呃 那个看看都同跑一圈 看看哪个心率高 啊 那个 心率表啊 就是 就是怎么回事 就是 测试心率啊 啊 心率越高 就是等于得到锻炼 越强 啊 对 还有一个 那个时速表 啊 上去看看 咱同样的时速 看看你个消耗的热量 那个多 对不对 就是这个都可以了 啊 好的 那得同一个人吧 是吧 数据来说话 啊 啊 就像这小伙子 都是 骑机 是吧 嗯 骑机 民用车吧 咱找一个民用车 行行 找一个一般的 好 找一个一般的自行车 别激动到时候啊 一激动心率加快了 对 咱们试一下 越高越好 心率越高 说明你消耗的能量越大 准备启动了没有 好的 开始 走 保持这个速度 好 好 看看他的精力 行行 行 现在可以看看他的精力多少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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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多少 好的 咱们看看啊 130 这是多少来着 120 130 130 130 一公里对吧 我这一公里 这是最高的心率130 对最高130 嗯 78 别激动啊 好 77 76 75 啊 好嘞 基本上已经已经恢复好了是吧 恢复好了 行 那咱们再准备用这个车再试一下 好吗 啊 走 好 好嘞 啊 这个可以 看好历程 历程啊 好 到了啊 好 好 好 差表 254 啊 基本上就算一分钟一圈 平均速度18.6 嗯 那刚才平均速度22点多 那比那个要低了啊 最快速度29.6 呵 你那最高速度比那快啊 但是不容易掌握这个速度是吧 平均心率144 比较144 比较消耗要大了多 对对对对 比那个消耗要大多了啊 那看来这个耗能确实是 其这个更耗能是吧 而且的感觉也说了嘛 能量大 是吧 更费力啊 对 行 那这个 耿师傅您觉得这个 您对这个测试的结果啊 您觉得还怎么样 比较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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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还算满意是吧 还算满意啊 你觉得这个真正能起到了你这个原来发明的这个目的 是吧 对 它锻炼效果 数据已经证明了这个强度还是比较大的 是吧 哦 是这样 那证明这个是成功了吧 还在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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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还算可以是吧 能达到这个健身的这个这个目的了 是吧 对对 行行行 那也谢谢您 好 谢谢您 麻烦您了 就走了 对对 麻烦您 谢谢 好好 很康厉老人的划船式自行车 参考吸取了皮花艇等体育项目的运动原理 成为一种户外的行进式的健身新奇才 由于它能够锻炼人们全身绝大部分的肌肉群 特别是腰腹和上肢 能够有效消除腰腹坠肉 充分活动腰椎和颈椎 对于都市里从事长期复案工作 患有颈尖腰腿方面疾病的人们 特别有吸引力 一经面试 迅速赢得了市场的关注 发明日制作的这个划船式自行车呢 修改了原来传统自行车的这个动力的提供方式 使这个人在提供动力的时候呢 从上肢到躯干一直到下肢 各个关节几乎所有的大关节都参与这个动力的提供 这样的话对于这个骑行人来说呢 一个是就是肌肉的训练锻炼会得到的更充分 另一方面呢 就是全身的协调性也会得到训练 非常适合这个有这个训练和这个锻炼需求的人 好了朋友们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我们的联络方式就在屏幕的下方 您可以登陆我爱发明的官方网站 或者是新浪微博 好再一次感谢我们的科学顾问彭梦华老师 也谢谢电视机前的您收看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继续锁定科技浏频道 其他精彩节目 我是丁锡 下期再见 他是蔬菜大棚的保护神 却需要很多默默无闻的幕后英雄 还有着霸气的外表 可以让杂乱的稻草乖乖听话 一个普通农民怀揣发明梦想 用巧妙的机械结构 让草莲编织轻松省力 但面对人工的挑战 又能否应对自如 进行收看外发明 枝草铁将军